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美的對抗關係進一步升級 在今天下午有一宗非常重磅的消息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說中國正在叫停從美國進口部分農產品 根據彭博社的報導所說 中國政府在評估過目前中美緊張關係持續升級之後 決定指示兩家國有的農產品商貿公司 分別是中糧和中儲糧 叫他們暫停從美國進口部分農產品 包括大豆 另外部分中國買家也取消了一定數量的美國豬肉訂單 但目前這些指示未去到一些民營商貿公司那裡 中糧和中儲糧其實是中國最重要的農產品進口商 在今個月這兩家公司 原本一直就著30船的大豆 向美國方面查詢價格 但上星期五 特朗普宣布要針對中國和香港的官員實施制裁之後 這兩家公司的購買程序馬上倒下來了 而知情人士透露 說中國是想看看究竟特朗普下一著是怎樣走 才決定後續採取什麼行動 到底這是事實的原貌 還是只是一個藉口 我們又可以看看今年第一季的數據 根據首階段的中美貿協定 說明在兩年之內 中國就要向美國購買2000億美元的貨品和服務 在農產品方面大概佔了500億美元 兩年要買500億美元的農產品 除了八季 每季大概要買60億美元以上 才能夠達標 我們又檢視一下 到底在今年的第一季 中國買了多少美國的農產品 原來只有33億5000萬美元 即是說連一半都達不到 而且這個數字還創了自從2007年以來的同期新低 可想而知 究竟中國是不是有一個動機 去履行它在中美貿易協定當中所作出的承諾 大家想都想到 適逢美國現在大亂 出現了大規模的示威 好了 在這個時間點 中國就決定要暫停從美國進口農產品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藉口 最重要的就是取決於 究竟中國有沒有這樣的決心去執行 港版國安法的議題 就在國際社會上不斷發酵 中國也曾說過會提出一些措施去反制美國 現在相信就是兩劍的時刻 就是要借助暫緩中美首階段的貿易協議 來作出反制 大家又可以回想一下 在今年五月初的時候 中國曾經提出過 說要從美國大幅增加進口農產品 當時他們的說法 就是為了方便滿足 這個首階段中美貿易協議當中 農產品方面的增購承諾 當時擺明就是中國要向美國示好 就是要拖延時間 拖延什麼時間呢 就是無非想在港版國安法出台之後 拖延美國對中國採取一些措施的時間 當然現在的事實顯示了 中國的如意算盤是打不響的 是不得要領的 美國總統特朗普是相當強硬的 好了 在這個基礎之上 中國現在就反悔了 隨即宣佈說要暫停中糧和中儲糧進口大豆 個別公司就暫停進口美國豬肉 因為中方肯定看盡了一件事 就是知道特朗普和白宮的貿易顧問 是非常重視中美貿易協議的 視之為一個經濟和貿易方面的勝利 現在他在這裡採取一個反制措施 但是同時之間也反映出 中國所能夠採取的反制措施 是極為有限的 他只能夠從這個貿易協議當中採取措施 好了 第二個面向就是什麼呢 就是反映出中國從來都不重視這個合約精神和承諾 當初談好了的事情 為什麼你是可以中途反口呢 就算你怎樣談不完也好 已經是簽訂了的事情可以反悔 他現在就是反悔給你看 根本上中國肯被迫簽訂這個城下之盟 無非都是權宜之計 到底他有沒有這種心去完全履行當中的承諾 心知肚明 當時為什麼他肯簽訂呢 就是由於在簽訂這個首階段的協議之前 特朗普曾經加了中國產品的關稅 又加了一次 好了 由於這樣就使得中國的經濟非常不好 再加下去的時候 那些人會失業 當時還未爆發疫情 當時大陸的經濟情況 就業情況已經很嚴峻 好了 為求要減關稅 所以就被迫簽了他 簽完之後他又採取拖延的策略 到底他在拖什麼呢 他就是要拖到美國總統大選為止 他就是想拖到特朗普有機會下台 然後拜登上台 而自從這個全球大流行的疫情爆發以來 來自歐美的訂單也大幅減少 於是大陸現在就盼了 而且中方肯定是研判了一件事 就是特朗普在總統大選之前 不會再對中國有任何大動作大措施出台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肯定是看準了 特朗普是不會執行貿易協定當中的回彈機制 因為這個回彈機制其實都是雙輸的 不單止會彈到中國的經濟一決不振 而且也會彈到美國自己 因為美國會失去進口廉價貨品的渠道 尤其是在現在經濟這麼疲弱的時候 經歷了這個疫情 美國也未必承受得起這個經濟的震盪 更何況就是一旦執行回彈機制 便宣佈這首階段的中美貿易協定失敗了 中方肯定的研判就是特朗普不會有大動作 所以中國就夠膽走現在這一步了 當然特朗普和他的白宮顧問團隊 也不是省猶得丹 當初肯和你中國簽訂這個合約 早上人都會預料到你會反悔 你是無心去執行當中的條款 故此美國一定在他們的盤算當中 是有一個替代的應對辦法的 看看他何時來出台 我就堅決不相信美國只有一個方案 不過現在美國出現了大規模的示威浪潮 就算要回應也要等到示威逐漸平息才有空理你 接著再說說關於中國在國際舞台上 不斷拉攏他的友好國家 來力挺港版國安法的立法 目前中國終於找到十個國家表態 分別是敘利亞、朝鮮、塞爾維亞、巴基斯坦、越南 委內瑞拉、柬埔寨、魯窩、俄羅斯和最早表態的伊朗 中國要花一大輪的唇舌 走到國際社會上尋求支持 他們無非就是想表達出一個訊息 就是告訴全世界 中國不是在國際社會當中受到孤立 因為實在太多西方文明國家走出來表態了 紛紛都說是反對港版國安法的立法 而且同時指出了這個港版國安法的立法 是違背了《中英聯合聲明》當中 中國所作出的承諾 當然有些國家純粹表態 例如歐盟等等 或者日本純粹說了嚴重地關切 但是來說 沒有一個西方文明國家是肯站在中國那邊 沒有一個是斬釘截鐵地走出來說 說他是支持港版國安法的立法 真是沒有 現在中國找到這10個國家 除了塞爾維亞之外 另外那9個都在民主發展程度方面有所限制 好了 你現在只找到這10個國家 也是令人相對意外 因為中國的盟友 遠遠不止這10個國家 有很多一帶一路國家 包括非洲國家 完全沒有表態 究竟他們是未曾買定離手 在討價還價當中 或者是中國想留待第二個階段 才一鋪過show hand 才拿這些國家的支持出來說 似乎就前者居多了 因為在中美緊張關係不斷升溫之際 美國現在都曬冷了 就是跟中國說 你叫這些國家表態就沒有問題 表態就非常廉價 不過廉價還廉價 都要有代價 可能這些國家就要求中國 能不能夠減免一些債務 如果是不肯的時候 可能這些國家就不展示 或者沒有一些真實利益 倒袋的時候就不展示 因為中國和這些國家 所建立的深口關係 無非都是基於金錢利益 所以現在中國 只找到這10個國家表態 我就覺得是相當意外 因為中國沒有理由 到了這個關鍵時刻 還不去曬冷 不過這些國家的表態 其實是有根本上的矛盾 根據他們的聲明所說 他們全部都說 香港問題是屬於中國內政 每一個國家都有提到這一點 無論有些國家 是有說明支持港版國安法 有些沒有 但是他們一定有說 香港問題是屬於中國內政 而西方明明國家 關注香港問題的切入點 就是在於中英聯合聲明 他們就是要監督中英聯合聲明 執行的進度去到哪裡 好了 這些國家既然撐中國那些 就說香港問題是中國內政 到底你表什麼態呢 如果是中國內政的話 其實是不需要表態的 對不對 這些國家如果就中國內政去表態的時候 豈不是干涉中國內政 所以這個在邏輯上是有根本上的矛盾 如果這個純粹是中國事務 比如說他在某個省立法例 沒有一個國家會關注你的 而中國也不需要拉攏他的盟友去撐牆 很明顯 香港的議題 不僅是中國內政那麼簡單 而是一個國際性的議題 為什麼外國可以關注香港的議題 就是基於中英聯合聲明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